欢迎来小小政治,我是启耀 党领袖对党章有权势权 前议长称,连法庭都无从挑战 看到了这个新闻 我相信最开心,最得意忘形的 就是慕尤丁了 在之前呢,慕尤丁也好 土团上都下都好呢 都是一口同声的讲呢 他们要全空叛将的议席 是势在必行的 这是议长不能够拒绝的 议长一定要遵从的 但是现在有了前议长的帮腔 有了前议长的背书过后 这样的论述 在于玄空叛将的整个议论氛围上 会增加了更多的重量 这个事情其实是发生在 前议长就接受了土团的议员 汪塞夫的一个访谈中 他就提及到了 这个前议长其实他叫阿兹 他实际上他自己讲了 自从喜莱登政变之后呢 他跟这个西蒙的这个领袖呢 其实的关系就不是讲到很好 因为很多人呢 把他跟喜莱登政变呢 牵扯在一起 在那时候呢 他是有担任一些职位啦 也因此他觉得不太受公平的对待等等的啦 不过呢 此次他提出的这样事情 其实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为什么 因为按照他的说法 他是讲 根据1966年的这个社团注册局法令 其实只要是这个党领袖 对于这个党章 做出了他的权势 那不管是现任的议长 或者是这个法庭 都不能够插手这一个决定 也因此呢 我们在之前听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 包括到底这个议长 他最终拥有这个裁量权 还是说呢 就算是议长做了决定不满意 可以上到法庭 这一些议长通通都被打破 OK 这样的话 所有的决定权就会基于党主席一个人的身上 也就真的变成慕尤丁 讲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根据这个前议长讲的说法呢 他有这个诠释权嘛 不过 在这里呢 作为这个法律的小白 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质疑这样子的说法的 为什么 如果所谓的党领导 党主席对于党章有这个权势权呢 然后法庭议长都不能过问的话 那实际上反跳槽法 甚至是去到了这个法庭上的宪法 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寻同虚设呢 如果党章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话 那实际上党章是不是某一个程度来讲比法律还大呢 大家不要忘记一点呢 就是党章的这个权力 他这时候也有权力 也是因为法律赋予他嘛 所以到底是这个党章大还是这个法律大 作为法律的小白 我自己当然是觉得说是法律来的更大 是议长甚至有什么事情有争议的话 应该是可以带到法庭去那边审理的 因此我听下来呢 我是有一点点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说法 不知道你怎么看 只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慕尤丁听了 一定是得意忘形老神在在的 因为现在土团的整体的论述 有了一个前议长作为他们的这个帮枪 前议长虽然他不是直接等同于呢 是守指法律的 但是至少在以前的这个议会里面 他曾经主持过 他至少是理解这个议会规矩的 也因此当这一个案件真正去到要审理的阶段 真正去到了现任议长的这个面前的时候 假设他的这个做法 跟前议长讲的做法是有冲突的时候 那么土团很大可能就会引用这个前议长的这个说辞 开始进行施压 开始告诉大家呢 现任的议长就是这个团结政府的一颗棋子 就是在帮他们做事情 就是对反对党不公平 而这样子的舆论也很容易让人民买单 因为前议长已经开身了 一个有曾经在里面做过职位 曾经有经验的人都已经开身了 那为什么现在的议长会做不同的东西 也因此呢 到底这个判疆会不会被悬空议席 我们先放一旁不管 我认为当下之急 政府有必要做的 就是真正的请一个法律专家 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到底最后悬空这个土团议席的最终权力 是留在了议长身上吗 是留在了这个党的领袖身上吗 还是法庭的身上 这样事情提前先为大家理清的话 那就有利于在之后 不管是怎样审理的方法都好 那民众看了也会心服口服 OK 所以我认为政府可以的话 就是尽可能的先请出一个法律专家 来解释这样事情 不然如果过后的风向是由土团 不停的带起的话 那可能会引起更多的这个不满情绪 OK 那这期跟大家聊到那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